星期四跟大家講一些不要那麼時事性的話題 就講一下周顯的一些創業經歷 我想除了大家知道他是一個古壇名人 古壇怪人之外 怪論很多 其實他還是一個電影投資者 投資的步驟 沒有投資 我找到一些投資者回來 自己就變成投資者 可不可以講一下 其實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講這個話題 就是因為這樣的 很多人都說很多行業是借樣行業 因為有互聯網之後就不能做了 無論是傳媒或者電影 電視 通訊 很多都是 但是其實很奇怪 說不能做不能做 但是大家繼續做下去 其中一樣 你在幾年前就投資過一部電影 私人會想 是的 可不可以講一下 其實以你一個在經濟 在政治上有這麼多不同的閱讀 或者理解的人 你為什麼會去拍部電影呢 其實拍部電影很簡單 有人叫我拍就拍 喂 你不如搞部電影 我叫你國慶 他說是嗎 他說我們那部叫做 《喜愛夜蒲》想拍第四集 一二三都可以 我第四集我想加一些金融元素 他說不如你搞吧 然後我說這樣就好 不用半分了 一起射 那我搞吧 於是我就第一時間去找了 他就叫我約了五件熊 就是他們有一個叫做爛片王的監製 就是出了爛片王之稱 他監製 於是就跟我談 一談就已經搞定了 一談就談定了 然後我就用了兩個星期之後 然後搞了好劇本 然後給他 然後給他 然後他說我想再去改一次 他說不要了 不如直接拍吧 因為他覺得開戲就是有錢 就馬上開了 就是這樣 在很短時間很快的過程之中 就搞定了 喂 但是你的所謂交劇本 其實是不是真的一句句 是的 全場 就是分了場給他的 是的 我找了北華麒幫我做 一起合作做 是的 那就分了場的 全部分了場 全部很詳細的 不算很詳細的 那時候我不懂得寫的 現在我 就是通常一套戲 你做完之後才知道怎麼拍的 就是上映了之後才知道怎麼拍的 那我也不意外的 那我做劇本之後 我寫完之後才知道應該怎麼寫的 喂 其實呢 比如你剛才說的怎麼拍呢 我理解為 就應該就是說 那些分鏡啊 分場啊 怎樣去起承轉合才好看 有高潮位 就這樣 但是我想問就是 你那個拍攝的過程裡面 其實你改動多不多 我改了一次 蔡海會 第二次他說不改 我想改他不讓我改 其實一定寫多幾個稿會好些 因為有些事情 當時你想不到的 但是 再牽涉到你說的 就是什麼高潮位啊 你說的起承轉合那些 就是 老屁股說的話 這些老屁股說的話 就好像很多年前的時候 就是我們聽教書先生說的 對 全部錯的 你聽教書先生說的話 如果他就不會教你輸 他就已經在市場上了 很多年前 我讀新聞系的時候 就教一些人 要說的東西清楚 又說了一大堆律 又跟著說一些很有言之有物 然後 軟硬一出來的時候 已經知道那些東西錯了 軟硬 軟硬說話不清楚 然後 原來之前那些人說的東西是錯的 那些人教你 如果聽先生那些東西 聽先生的東西 你就一定看米 所以這個就是 你一看軟硬你就知道了 因為你剛才說的那些什麼起承轉合 那些 那些我覺得 譬如天水為爹日日雨夜 我覺得沒有劇情 但我覺得是好劇情 想不想起承轉 那為什麼好看 不知道是有感覺 我覺得整套 其實你說一下平淡兒 就是慢慢敘事 我覺得OK 又不是完全沒有劇情 他慢慢敘事一個好劇情 為什麼起承轉合 整個都是說那些東西 放在那個什麼 在那個 在那個 放在那個 放在那個 那你就說好看 OK 有一個人 我給一套書人看很多年前 就是二、三十年前 就是二、三十年前 給一個人看 給一個人說這套好看 《羅衛的森林》 那什麼情情 講來講 兩本書就是講一個東西 那樣東西 基本上很少寫得一樣 接著我給一個 那個人就是舊拍的 就是講那些 他也是講那些 他也是講那些 托一下衣服 聽一下音樂 這樣就整本書 寫了兩本書 然後裡面沒有劇情 沒有事情發生過 只是他寫了一條女 然後那條女就死了 那條女就死了 那條女就死了 然後又很平衡 寫了幾本書 這是一個feel 那你拍私人秘所當時 是不是就是這樣的 當時當然差 不懂 就是用了起承轉合 不是 起承轉合的大綱 是北華琪寫的 我只是負責 技術上的大綱 他寫的 因為金融我熟 那時候還沒想到 他就用了最討厭的方法 就是三四條線 那你很容易寫的 當你用三四條線 一起合同一個故事 你很容易寫的 但是我發現 那時候就隨便挖挖挖 做什麼 他想像《喜愛夜蒲》 但如果你再搞的話 我就會用一些 可能一條線做 或者接下去 但這樣就不適合《喜愛夜蒲》 所以不適合那個feel 所以究竟是怎樣做法 就是說 你說他那套戲 只能這樣拍 只能很放鬆地寫的 但問題是 因為你有幾條線 你一定是 你不用量整個劇本 你幾條線 你一剪接了之後 其實沒有劇情 不斷在那裡 是吧 那你就會很容易受到 其實都是這樣的類似 但是 那些東西是錯的 就是別人教你那些是錯的 全部有些東西 完全是違法 原來德那些是違法的 就是你就不相信 說有劇情的推進 那些呢 相信 但是不必要 不是一個必要條件來的 就是很多東西都是 有時候真的不需要 有劇情推進 或者不需要講故事 譬如你Tarantino Tarantino Tarantino 那些 那些是 喂 調轉來做的 調轉來拍的 你看 你看很多戲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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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還沒看 胡大大 是啊 那些人還沒說好 因為我對於 Christopher Nolan 就是普通的 就是 你叫我說 他通常想到絕世好橋出來 很多是絕世好橋的 但是 我覺得他的 Execution 很多東西難 因為那些最貴的人去做 你一定是好的 最貴的人 最貴的人去堆擠 就是我覺得他 你說 那些編發好看 但是編發好看 但是編發我不喜歡 就是他三集都講反社會人格 就是 你做一集是可以的 但是我做三集 就好像以前的編發 是每一個人 一邊說每一個人不同的悲情 我覺得他是什麼 還有第二集最好看的地方 就是 就是各國主角而已 不關他的事 即是小丑 是小丑 不關他的事 即不是他的 是他的角色 那再看那套叫做 潛門空間 我覺得潛門空間的角色寫得爛了 那條絕世好橋 他沒有心機 就沒有心機 搞那些角色 那些人物 那些性格 所以我覺得那些東西都爛了 你給我看過之前那些 所以我不出去 你給我講過 他搞到一條絕世好橋 哇 一銷售那個老闆 哇 挺厲害 那時候那個老闆就磅了 然後他找一些最厲害的人去堆砌 然後之後 為何那些 basic 東西 即是那個人 買了石正甲 究竟那些人做了什麼 你完全沒有心機 你完全沒有心機做 啊 周顯呢 今天說的話 我都有點同感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去分析電影的時候 尤其是我看過很多影評人 大家都會從很多不同的角度看 不過 可能你只是做金融界 或者是做商界 我們一看的時候 就會發覺 有時候會不會簡單一點 其實我們看一看 究竟那個人性之間 那個有時候的關係 或者老闆和導演之間 那個大家互相 那個的 怎樣去交往 你拍過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即拍過就知道 譬如黃禎他為什麼這樣拍戲 其實黃禎他完全拍戲 他試探了一條男子去搞 他自己只是負責 總之你拍戲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電影最重要的是什麼 但是他搞不清楚電影最重要的是什麼 而且最重要的是有老闆無錢開戲 當然 你現在搞不清楚 所以你首先黃禎就是說 他現在他來不了 你這套戲不出版都沒有的 OK 我收到樓多了 張加菲放了信給他 然後跟老闆說我現在開這套戲 那套戲開了你就成功了 那套戲 你想想 當年你不知道 原來你發現 開戲是這麼難的 周星馳遲點給他做些對賭合約 因為他不想拿錢出來自己 幫助他開戲 於是他就要包人家 想帶錢 有些人拿錢出來開戲 然後黃禎為什麼那時候 他什麼都沒有做到 他破了產 就是因為他拍那套笨拆尖 賣了些東西 然後賣了那個公司 開了一間電影公司拍笨拆尖 然後拍了三年之後 然後拍了三年之後 搞了三年之後 那時候都不明白為什麼他要寫劇本 他就說魏鎮回來寫劇本啊請啊 簽個臨簽一下 放了錢 為什麼到時候會破產呢 一套就抹不成 現在就知道了 原來你做了整個故事之後 沒有人肯掛錢 就是這麼簡單 基本上搞了幾年 到最後自己出去打工 還回了所有債 就是那幾年無端端 你寫了錢 就是到最後 所有的東西 萬別給你其中 就是 一個商業模式 所有的東西 我發現所有的東西 都是一個商業模式 就算是恐怖分子 都是商業模式 那你會不會再開戲 一人磅水就開了 這個很簡單 其實這個世界上 開戲就很簡單 這個世界上 就是一個磅水的人 如果一個人肯磅水的話 就立刻 今晚就可以跟你一起 你做得再少也不要緊 你磅四百萬三百萬 你磅三百萬 我還可以二百萬 自己當一百萬 永遠都是這樣的 明天半地一半年之後 再搞 永遠都是這樣的模式 其實開到戲幾年 一百萬都拍攝 鏡頭不動 然後大家自己做 不過我想周顯的說法 只能夠代表他自己 這種電影人 好了 我們下一次再談 經過了